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19级二班的吴雨迪 前段时间,一篇题为祭典为王 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求徒困境的文章《火遍全网》 而在我看来,大学间大的学习,祭典确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卡 它可以说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但是,如果两耳不闻窗外是一心只刷高祭典 那么你或许能取得一时成功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你将会受挫 因为祭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你的学习能力 而现代社会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而使我们的学习以我们的人生目标为导向 而不是祭典 刷祭典并不那么难 因为水课比比皆是 但是如果我们将时间浪费在这些水课上 写一堆所谓学术垃圾的论文 那么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吗 作为管院学生 如果你的人生目标是找一方好工作 那么祭典只需维持在一定水平 而要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实习 以及英语计算机等实际能力的提升上 像如今的金融市场对于Excel 编程的能力的要求很高 如果你的他们不熟悉 即使你有很高的祭典 你也很难去适应将来的工作 而如果你想走的是学术道路 那就要敢于置疑 小心求证 并且在学术训练上投入大量精力 这比一个单薄的祭典 更能证明你的逻辑思辨能力 对于我而言 大学学习最大的挑战 就在于如何兼顾自己的兴趣与专业 我这很多学科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是要学好管院的专业课程 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这就使我决定在大一专业课压力较轻的时候 去多修一些通试课程 通试选修 那个核心选修等课程 既让自己高中的基础发挥娱乐 又能减轻自己以后的专业课压力 很好地完成了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 而大学学习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 这其实大概就是在学生工作和学习 以及兴趣与专业之间 我都找到了较好的平衡 在一些难度较大的硬核课程上 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至少还可以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 而谈到学习方法 其实我并不赞同期末期较为普遍的 大家在网上购买考试资料的做法 因为老师的讲义与试题每学期都会变 而更为关键的是 别人的笔记不一定对你来说有效 对 因为我们各自擅长的点是不一样的 成功没有结晶 我在课上就会认真听讲 而特别留意老师讲到的 而书上没有的知识点 认真记下 从而可以形成一套与书本知识相互补的知识体系 而在考试前多复习几遍 再服以一定量的刷题 来巩固自己的认识 熟悉题目透露 对于论文写作 千万不能对他人的观点稍加修改 就作为自己论文的主题 而要自己去发现问题 并根据自己的疑问去查找资料 如此就可以形成一篇有自己思想的论文 这种吸引性才能吸引老师的眼球 最后 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线性代数 它虽然有些繁琐 但是它蕴含的巧妙思想 与极强的实用性深深吸引了我 它能解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 此外 至于马教授主编的教材 逻辑清晰 重点突出 而且也没什么错误 再配上一本习题指南 十分适合我们自选与茶楼补圈 希望大家不要对它有为难情绪 书读百遍 奇异自现 上学期 我是在疫情期间学到这门课 一开始也是学了旺旺的学 但是相关的知识 看了几遍 多刷几遍题 其实就能渐渐理解了 这些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好 关注 这一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